以后你若再冒险 任何时候都要记得我在担心你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 我才知道我有多害怕失去你 我无数次地想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我身边 我们相见的场景 我想过千千万万遍 每次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要永远牵着你的手 再也不放开 金九龄为何要这样做 此女子不简单啊 上了头 有些事情 是该做个了断了 陛下 你忘了太炎三年的事了吗 太炎三年 到底怎么了 大胆地说 太炎三年发生的事 是不是其中另有殷勤 说 太炎三年之事 便将由我来说 你们谁敢给朕定罪 朕 是荡朝的天子 你害死父亲 手刃兄长 你也赔到天子 押下去 楚容 今天我一步一步走到你面前 就是要叫你讨一个公道 父皇之死你是傍凶 我把我这条命还给你 小灵啊 那个庄园狼又来找你了 好 那我能去吗 头有点晕啊 不信我要去找找新酒药去 世子也想了这么半天 就想出这么个扁脚的借口 灵九 我要和你昭昭暮暮 再也不分开 你干什么 跟我走 他们快打进京城了 北七打进来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陆一击 京中城池稳固 而且尚有金军把守 到时候等北地的援军一到 我们一定没有问题 等不到了 陛下已经要走了 都准备好了吗 随时可以出发 北七要打进来了 你知道吗 北七要打进来了 你知道吗 你瞎说什么呢 北七攻城这样的大事 朝廷至今竟然还瞒着大家 殿下 千万百姓的生死 掌握在您的手上 我相信只要您能坐镇 定会向您从前所说 打走北七匪军 保子民周去 你怎么会知道我从前的事 北七是不是打过来了 实不相瞒 北七大军离咱们京城 只有一步之遥 那还不打开城门 让大家逃避呢 这很难用啊 各位同胞 请大家留下来 一起守住我们的家园 这些 看来北七已经开始攻城了 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九龙守城 不是为了声望 更不是为了称王 这座守护了我们 几十年的城池 楚家的子孙 必须要誓死守 责无庞贷 不敢费毒 别人可回 不敢费毒 别人可回 陛下 如此一来 有京城在前被吸引火力 他们也顾不得继续南下了 您在此处 也就安全多了 原来 原来 陈国公一直都不赞同义和啊 陛下 北七与我一战 重兵聚集 国财耗费 此事应一股作气 错其锐气 万万不可使其有喘息之机 臣恳请陛下 不可对北七一味忍让 陛下 且不说官兵与北七不合 引发边境争端 就说按令 便是陈国公违背圣命 私下治军 陈国公自诩英勇善战 却无视 虚外手中之礼 他贪功耗战 将我数万精锐赋予北七 使我酷空兵损 幸得意合 我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他还要战 他是要把我天佑 也送于北七吗 陛下 陈国公回京之后 我收到了不少 北地官将的奏章 他们给朝廷也压迫 是政务官令不顾 清河伯在北地寸步难行 各路将官阳奉英为 陛下 只要陈国公在一日 边境便永远不得安宁 陛下 臣请罢免 陈国公军 陈请罪 陈国公专作威服 了理善权之罪 宁可知您这一去 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从此我就是你们眼中的乱臣贼子 没错 意味着畏罪潜逃 我朱山 生平最痛恨的 也是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没想到我朱山今日 竟也成了乱臣贼子 可我问你们 在你们眼里 我朱山是乱臣贼子吗 我荣马一生 为了天佑的平安 无数次的出生入死 枪林剑雨 只求天佑子民 能够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 可今日我被逼出走 还要背上 乱臣贼子的骂名 我是忠臣良将 还是乱臣贼子 天之地之 我之 足矣 我问心无愧 我天佑今日之平安 却是因为程国公一人 程国公一路平安